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节目 湾区全媒体我是广州广播电视台的陈曼晴 我是香港电台的梁鹤熙 无论你喜欢哪一类的资讯 例如历史、文化、科技或饮食等等 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找到 九月来了 也代表暑假的完结 不知道各位同学过了一个怎样的暑假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充实的假期 不过最重要是记得把暑期作业都交了 对了 这次节目我们就带大家去看看 不同地方的小朋友是怎样过一个难忘的暑假 虎琴、插花、点茶、墳香都是宋代文人追求雅治生活的一部分 更加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暑假期间 广东省博物馆推出了第三场主题为宋允丰雅的活动 为观众演绎宋朝人的雅治生活 后续博物馆还举办了几场博物馆夜间开放专题活动 为观众提供有意义的暑期暗间活动 近日 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筹办的 外国教育支援中心成立 青少年是香港的未来 是一国两制事业的接班人 所以我们要从小培养他们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 外国教育支援中心通过包括多媒体在内等不同形式 向学生展现中国近代历史 并将举办教师培训 为外国教育工作提供设实到位的支援 外家乡 初英行 暑期建策营 作为中山 初英归巢的工程系列活动之一 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年 与往年相比 今年建学营 维尔湾区视野 扎根中山 工业立市 美丽乡村等多个主题内容安排参访路线 旨在向中山市青年学生呈现更加立体 和丰满的中山城市形象 82名青年学子参加了延学营举办的活动 他们觉得参加这个活动虽然比较累 但是就很值得 为解决父母因工作而无时间照顾子女 无人看管而引发出的安全问题 被小朋友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欢乐假期 哈尔滨一个假期爱心看护班在暑期开班 爱心看护班招收的都是五至十岁儿童 可提供假期看护 学业辅导 民体活动等 令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健康快乐有益的暑假生活 有人说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 通过分类处理 循环再用垃圾就可以变费为补 在暑假期间 青岛第九中学的学生 就走进了青岛市北区垃圾分类研学基地 开展了一场 我为创成加一分垃圾分类主题活动 了解垃圾分类的过程 用可回收文制作出各类型的实用物品 第24届IRO国际机械人 澳南匹克大赛云南大赛在昆明举行 在当今国际上机械人领域 最具影响力的一项普及胜赛事 竞赛由智能碰碰车 资源抢夺 分简竞速 循线竞速 机械人种植四个大项 十几个小项组成 选手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任务 赛成是从幼稚园到高中的递进式设置 获胜的同学将代表云南省参加全国大赛 对国家有认识以及归属感 要从小开始培养 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的 但是怎么可以将爱国教育带入校园呢 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香港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也是一国两制的接班人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 将全力推展爱国主义教育 令学生从事正确认识国家历史 体会中华文化和价值观 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培养学生国民身份认同 向来注重爱国教育的香港福建中学附属学校 除了带头支援其他学校做好爱国教育工作 还积极与广州结对姊妹学校联动 本身在我们学校的课程里面 已经包括有大量的中国历史 中华文化的素养 和国家最新的发展 我们学校因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 大家都明白我们的国家是很重要 所以其实平日我们每个星期都有国旗下的讲话 我们经常都会讲到国情 讲到香港一些和我们国家里面的新闻大事等等 让学生了解 我们经常都会和学生去分享 作为一所的爱国学校 其实很多年前已经开展了这个爱国教育 很开心听到行政长官 都觉得现在教育的方针需要改革 变成我们就不是只做好我们自己的一间学校 我们都会去支援其他学校一起做好它 我们都很开心 今次能够参加美文的朗证比赛 我们的学生能够与我们广州的姐妹学校 保育职和试验小学一起去参与这个比赛 虽然不能够相见可以在分隔两地都能够一起参与一个活动 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外国教育入校园如何落地实施需要多方的努力 关注青年发展的清晰教育发展中心 近年在国情、国家安全相关方面 制作了丰富的教学影音材料 我们在外国教育方面 其实主要方向和大家都很清楚 香港是我们国家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香港的市民 我们香港的青少年 一定要在他们日常的接触之中 一定要知道有国才有家 有国家才有香港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会在国家、外国这方面 国家观念这方面 我们就做很多的资料搜集 我们将很多过去的例子 我们将它编成一些书籍 编成一些网上的资料 也都能够希望制作一些教材 是令到香港的老师都可以用得着 对应这些丰富的教学影音材料 有香港校长认为 有利于学生更好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因为公民与社会科 其实在它的科程规划上面 都会要求所有高中生收读这一科的 其实他们都需要有一次机会 到内地去考察 而考察的范围是由二至五人不能 而大湾区的行程 相对是多的 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早点去看 多了解 到他们设身处地去交流的时候 其实做了这个对照 更加能够丰富他们所学 小朋友都是很明白 自己的国家一定要保护的 我都很有信心 我们的小朋友 无论去到哪里 都能够说好香港故事 或者中国故事 在刚刚过完这个暑假 不知道同学又参加了什么有趣的活动呢 在广州 广州市民广女局发布了70组 读懂研学广州体验课程 让青少年通过研学实践 更好地读懂广州 爱上广州 由一百多名学生和家长组成的 亲子研学体验团 一早去到华南国家植物园 跟随专业讲解园 走入大自然的课堂 学习植物知识 除了为市民游客提供免费的 讲解服务 活动期间 华南国家植物园 还会开展压花艺术 植物学 博物学等课程 我们把现在有保育了 一万七千多种植物 特别奇特的植物 把它挑选出来 另外就把我们园里面的一些动物 比如说鸟啊 昆虫啊 等等 就是说在这个季节活动的 也把它整理出来 这样的话可以让小朋友 能够在这感受到 人和自然的一种和谐共生的环境 70组读懂研学广州体验课程 涵盖劳动体验 科技制造 自然地理 职业体验 植物科普体验等十大领域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定制的产品 两年就是根据我们各自朋友们的需要 你比较我们有些综合素质的 体验游 有工艺的旅游 然后还有科技的旅游 还有我们一些非以产品的动手制作的 今年以来广州陆续推出 独懂广州文化体验之旅系列活动 其中独懂研学广州 就希望可以透过学生 参与深度研学体验 全面塑造和提升实践能力 看过广州的小朋友 可以参与的暑期活动 不如带大家去澳门看过 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就重新开放了 虽然限制了入场人数去配合防疫 不过也有不少的家长 故意带小朋友入场参观 让他们可以加深对澳门赛车的认识 大赛车博物馆重新开放 在疫情防控前提下 每日入场人数减至550人 本来人流不算太多 除了赛车 还有无意为维修站和控制塔 可以帮助小朋友放电 因为没来过 很想来体验一下 赛车那些 因为在广告里也看过一下 这台车很帅 有些体验很多 比如说床廊里面 就有二维码扫了之后 在手机上可以改变画面 看一些视频等等 我个人认为VR是比较好玩的 模拟在车手的赛车中的过程 有首次去到澳门的内地游客就说 留意到疫情逐渐稳定 于是就去到博物馆参观 希望给小朋友更多角度地去认识澳门 赛车文化在澳门是很有特色的文化 然后是想让小孩子能了解一些 因为就告诉他澳门不光是赌场 其实还有很多历史文化的元素 有市民表示 出门时会做好防疫措施 希望把握暑假带小朋友增广建民 他肯戴口罩 我就很放心带他出去 如果他不肯戴口罩的话 我一定要做好保护才可以出来 在这个前提下 我就会很想带他们出去 多一点去了解 在暑假期间 不少的港澳台青年 去到前海做暑期实习 前海帮他们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难题 就是住屋的问题 对了 他们可以申请免费住宿 最长可以住45天 不如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申请办法和住宿环境 港澳台青年来到前海实习 可以申请最长45天的免费住宿 提供免费住宿的酒店 位于一号线平州站 C出口附近 房间都是标准的商人房 在同一个企业实习的 港澳台青年 将会优先安排至同一房间 住宿酒店 还将会免费提供水 电 早餐 空调 自助洗衣机 床上用品等日用设施和服务 想去到前海实习的 港澳台青年 带两件行李 就可以立刻入住 非常方便 现在的话 一共是入住了七间房 十四个同学 然后现在还有一百多个房 还能提供两到三个同学 参与项目 来自香港的黄启隆 过完暑假就读大学四年班 修读工商管理专业的他 目前亦承受着 稳工的压力 他表示 李善海参加了招聘计划之后 整个人立刻轻松了很多 以我的专业来说 我找工作可能 未必会有这么顺利 但是通过前海这个平台 让我找到了一家证券公司 那么这间证券公司 大家所了解到 也是非常高的要求 但是通过前海这个途径 我就可以通过这一次学习的机会 进入到公司里面学习 黄启隆表示 很多好像他这样的港澳台青年 都有住去到深圳闯一闯的梦想 现在前海还帮他们解决了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住屋问题了 也都变相降低了他的成本 这个也都令到很多好像他这样的朋友 更加有兴趣来到这里试一试 交通环境也非常便利 这出门右转就是一个地铁站里 可以四通八达达到很多的地方 例如说我的公司的话 也是需要一条线就可以直通 就非常的方便 黄启隆在前海 已经实习了一个几星期了 他也都心心爱上了这个地方 他已经为自己定下了毕业后的目标 就是要留在这里工作 因为前海这边提供给我们的 就业机会非常的多 而且是我们对于年轻人来说 非常吸引的公司 所以在初步计划 就可能不会再回到香港 可能是投身于 内地的大湾区里面继续发展 免费住宿申请 由上个月的1号开始 至到今个月9月31号结束 有兴趣可以登入相关网址了解一下 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有比较详细的申请流程 那么条件的话 是第一必须是搞澳台青年 第二的话是要满足是在前海 注册地在前海的企业时期 填写一个住宿表格 第二个是把你的实习证明 还有你的相关身份证明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 据了解 实习免费住宿的专案 是2022年前海港澳青年招聘计划 其中之一 但如果你想来前海工作 却又不满足实习条件的 港澳台青年 也不用担心 2022年前海港澳青年招聘计划 还推出了人才住屋 工作推荐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我们是按阅读 然后每个阅读大概是发布 200家的岗位给港澳台青年 然后同时呢 还推出一些实习实践 包括政策森林 还有人才住房等 然后极大程度呢 方便港澳台青年 深圳就业实习实践 在假期除了做暑期作业之外 最好当然是可以和朋友 开开心心地玩一下 又或者是休息和放松 不过对于保定市高阳园 赵通村的中小学生来说 这个暑假真的过得一点都不兴充 是的 他们参加了一个训练营 虽然有很多体力劳动 但大家就觉得精神上是非常充实的 究竟这个训练营是做什么的呢 在保定市高阳园专育公园里面 70名的小朋友 冒着炎热的天气进行军训 随着教练一声令下 他们也都是侧头对齐 脚步快速移动 收腹 挺胸 抬头 稍息 立正 齐步走 每一个环节都跟随着教练的口令 一丝不咎地完成了 这些小朋友来自高阳园兆通村 他们正在参加村里面的夏令营活动 军训夏令营是村党支部书记 王迎新的导师 我个人平常都喜欢运动 没事经常跑步 最近一段时间看到很多孩子们 一天到晚窝在家里 不是玩手机都是玩电脑 早上睡到十点多 晚上一两点还不休息 这么下去可不行 不仅容易养成懒惰贪玩的坏习惯 还不利于身体健康 一是我们村两委发出倡议 有腿已经任意五指导 这样孩子们不仅能在活动中 提高团队意识和自立能力 还能培养坚毅的品质 为了令小朋友身心健康 王迎新决定利用暑期军训的形式 为他们带来一个非一般的暑假体验 透过村民群发起畅议 以接龙的方式报名参加 反应超出预期 村里面四名退役军人 也都主动请应担任教练 义务指导学生为他们带来军事化训练 训练营里面 教练逐一矫正学员的摆鼻姿势 从学习经历到摆鼻踢腿 一群小朋友都有姿势有实际 见到他们这么醒目和精神 怎么会想到训练第一天 只是跑了一公里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接着连续训练一个星期之后 他们的体能越来越好 心态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第一天跑不到一公里就累得不行了 现在我参加了乡里营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已经能跑三公里了 开始训练时感觉特别累 非常想放弃回家玩手机 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现在睡得早起得早 跑步能跑三公里 除了洗自己的衣服 还经常帮家里做家务 乡里营对我的改变真的很大 赵通村下令营是一场 帮小朋友成长和蜕变的公益行动 一群小朋友就像一棵棵的小树苗 经历了考验和磨练之后 在教练的精心剁磨下绝壮成长 由一开始的散漫 队伍凌乱到现在整齐滑一 严格遵守指令 工作更加是有规范 眼神更坚定 精神状态更为饱满 叫句口号都精神过瘾 他会上学之助 又来到湿地的力量的时间了 接下来我们感受一下摄制组 多年来湿地拍摄工作 遇到的困难和危险 除了正常拍摄之外 摄制人员还要去学蛙船 踏鹹等等这些技能 更加重要的就是 他们要跟眼镜蛇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2017年1月 摄制组第一次拍摄到 飞来广州跃动的黑脸皮鹿 黑脸皮鹿是世界宾威鸟类 被称为鸟中大熊猫 它们生性胆小怕人 稍有响动就会受到惊吓 因此黑脸皮鹿 通常都会在距离岸边 500米左右的水中活动 对于摄制组来说 这是非常不理想的拍摄条件 经过多次观察 摄制组决定 在不影响黑脸皮鹿 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搭建野外观测点 缩短与黑脸皮鹿的拍摄距离 然而每次进入密室区的野外观测点 都是一场艰难的跋涉 为了减少对候鸟的影响 摄制组的人数严格控制 最多只能两人同行 抵达野外观测点 它们早已筋疲力尽 但是严酷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他已经知道我们了 危险无处不在 鸟坎神州 精彩在线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到广州 今年6月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的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正式在9月开学 今年先行开展研究生教育 招生专业共15个 有六百名的学生接收到录取通知 来到节目最后 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到校园参观一下吧 好了,今天的湾区传媒体 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集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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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